缅甸北部的战士正在升级 缅军的三个王牌遭重创 缅军也开始打击电炸 缅军在缅北地区的第99野战师 第16步兵旅老街军分区遭受严重打击 甚至就连缅军的第99师的师长 被国杆同盟军无人计给炸死 缅甸老街的守军处境是非常困难 现在只能归缩防守 等待援军 但援军又遥遥无期 但缅甸来对付的不仅仅是国杆 还有数十只缅甸地方武装围着他转 甚至还有昂山素季的这支军队保卫军 那都是纯正的缅族人 缅甸来已经是不可能再派更多军队 去参加缅北的汉人战斗了 现在很多人没看出来 这是汉人在缅北的斗争 还没到和缅族人在打 大家可能忘记了 这是缅甸的少民族汉人 他们之间的在缅北的斗争 所以缅甸军政府现在也不好出面 所以后续如果是缅北的最后争出一个头来 如果去打缅族人 那是另一说了 所以缅甸军队也没什么战斗力 现在看 当年被解放军打的爆头所段 国民党残兵跑到缅甸居然战身为王了 缅甸把全国精兵强将调过去 打一仗就败 最后是没办法 请解放军过去收拾国民党残军 现在缅甸军队总共也就12个师 已经被打费一个师 八个师守卫部队无法调动 那么缅军已经没有多少本去 而且是缅族人 他进汉人区域 他怎么打 所以他如果想扩大战事 或者是搞事态升级 那当然可以了 那他是敢吗 所以现在看 就开始主动抓老街电炸分子了 但是国管同盟军打到老街 缅军开始反电炸 这个就是让人觉得太被动了 一看就是被人欺负了以后 主动的投降了 真正打击电炸 缅军应该先收拾 妙瓦底有一个诈骗员 KK员 先收拾那个去 你展示一下诚意 咱们说缅甸全国告急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缅甸 缅甸现在其实是四分五裂状态 缅军政府现在是在做最后打算了 首都内比都地方政府就说 军方已经要求政府工作人员 做好应战准备了 说并呼吁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人员 做好入伍准备 有意思是内比都地方政府也否认了 相关命令是为了应对战局变化 强调内比都地区稳定 并表示这些行动是为了应对灾人灾害 缅北呢 最近还发生一个5.91地震 但是这个地震是在临近中国的云南地区 咱们说地震发生时间是17号上午 缅军命令是在16号 甚至更早之前就发过了 这个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缅军方的命令应该就是处于战局的变化 日后的可能预备役要征召了 缅甸局势已经到了需要军队准备征召预备役程度 最早开战的缅北嘛 国感同盟军 若开军 德昂民族解放军 克钦独立军 配合不断攻中掠地 攻占超过150个军政府据点 清水河中缅边境关口控制权已经一手 只有少数的口岸还在政府军 还有投靠政府军的地方势力手中 国感同盟军已经是对国感地区的行政中心老街行为合围了 而且发布了老街 入老街清剿残敌命令 老街工程战即将打响 现在其实就等着这个 咱们中国籍的人员能离开 缅军政府已经宣布老街进入军管 由东北司令部司令吞吞敏准将兼任国感地方一把手 把原来的汉人给撤了 汉人那个 同时呢 若开军在紧离孟加拉的若开帮发动攻势 攻击政府军军营还有据点 试图夺取部分城镇 该帮首府已经实时宵禁了 而且与印度接仰的叫亲帮 这个亲民族阵线民族武装 在蒙宫边境地带的政府军据点 已经有至少70名政府军被迫越界了 跑到印度 撤到印度以后呢 被印军方缴械了 这挺丢人的 正规军啊 跑到印度 根据亲民族阵线的说法 他们当前的阶段目标是控制 以免边境地区 与泰国接壤的叫克耶帮 克伦尼民族保卫军 武装发起针对首府攻击 驻守此地的政府军呢 也爆发了激烈交火 这个说民地武装用重击枪 击落了一架缅甸的空军飞机 缅中部地区曼德勒 德昂民族解放军 曼德勒人民保卫军联手 对政府军据点展开攻击 就侧应缅北 现在看到缅甸军政府已经承认了 民地武装审无人机 投下炸弹 现在各个民地武装使用这个劝降书啊 让守在据点内的政府军部队 纷纷的投降 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制止 缅甸政府军现在面临巨大麻烦 缅北方向 甚至有一个营的政府军集体投降 虽说这个营投降的时候 加上军眷军署 也就是261人 但这个营级部队成建制投降情况出现 也说明前线政府军 还有地方势力部队的士气低落了 所以呢 现在看征召啊 局势变化 缅甸内战的像四周扩散 其实对中国普利啊 中国是需要缅甸的稳定啊 中国印度边境地区呢 涌入了大量的缅甸的难民 尤其是印度和缅甸边境 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 东盟各国防长呢 正在防长会晤上的讨论缅甸局势 中国联合国等国家和组织 也在呼吁缅甸国内各势力 尽早停火直战 但是占据上风的情况下呢 这些民地武装 对吧 恐怕是不想停的 虽然目前战局上看 政府军处性不妙 但是也没到必败的地步 因为咱们讲 他还有还有兵啊 国防同盟军 现在夺取一些边境控制区 他还是没有办法在核心区 比如首都地区和缅族人展开战斗 他现在还没赶 政府军呢 也有一定优势 这种情况下 军政府应该首先就是想要集中兵力 保住内比都啊 养光这核心地带吧 然后出动空军 然后支援老街作战 辞职啊 民地武装攻势啊 就争取更大的反击啊 这个给政更大反击啊 争取时间 完成兵力级以后再选择啊 几个方向进行重点的支援 那这个目标 首先你 你就要 就要进行这个 怎么预备争招了 这种争招肯定是世界上会有问题 像俄国争招一样 那但到了必要时刻 他根本就管不了 如果没有及时遏制住现在的势头 那么缅甸可能就是啊 像这个代总统啊 叫敏锐啊 警告的就最坏可能就是国家四分五裂 彻底啊 完蛋 缅甸的乱局呢 其实对中国其实并不利啊 中国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缅甸 但是缅甸内部矛盾本身就非常 咱们今天想要在结尾的时候谈一句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可以啊 这个拿下缅甸是吧 这样中国就染指了印度 那印度洋 这个不是啊 不是说现在能做到的 咱们一定要明白 中国现在去拿下缅甸 是破坏了二战的结果 大家可能忘记了 这个事情呢 也不是咱们现在急着要做的 缅甸的问题呢 也不是由中国 你看那个藏南你都看到了啊 那个各个部落之间是吧 那帮人的彪悍啊 程度 尤其是那一带吧 那一带山高皇帝远啊 你想去开发 你想去进入都哪 你只能找一个吐司吗 所以是你就理解了古代 为什么明朝就啊 就没有拿下那个地方 清朝军队 元朝军队都没有拿下那个地方 原因在哪 原因在确实不好打 当地民风非常悄悍 那你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看个印度就典型了 在藏南啊 现在他这个东北部邦啊 都可能四分五裂 中国人我觉得啊 现在可以关注啊 可以关注 对吧 缅甸内部的汉人啊 可以做支啊 做这个啊 做这个啊 接应啊 但是你说你现在动手 我觉得那就太 太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边上还有一个印度啊 但像边上还有一个印度呢 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手呢 就是印度啊 失去了东北部邦啊 咱们在这个啊 稀里古里走廊切断啊 东北部邦独立 这个时候缅甸呢 失去了印度的这个啊 这个支援 这种情况下啊 我觉得咱们可以动手 但那个情况呢 是后话 那个情况是后话 印度是有核武器的啊 所以必须得印度和缅甸 没有接壤的情况下 所以那个缅甸啊 这个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 你你现在对缅甸啊 说所谓的吞并也好啊 才有可能失去 对otional缅甸啊 就是大家的缅甸啊 你都能与那边 你给你看这种缅甸啊